今年的这个 吉凶的黑兔年的鬼月啊 有没有什么信息会让我们 就你刚刚说会随到保护 在鬼月里面一定要特别注意 对 像很多人他们都喜欢 敷面膜 鬼月也不能敷面膜 就是不要在鬼月太晚的时候敷 黑色的白色的 你就是要敷就是敷肉色的 容易焦阴是这样吗 会焦那个的 蛤 所以申门姐你就敷什么领色 白色 哦 我跟你讲不要太白 要不然他会觉得说你也像是那个 你没有五官啊 你懂吗 是 还有不要拔腿毛 不要去刮腿毛 就是鬼月的时候不要去除毛 是是是 为什么 对 就是 所以今年的这个吉凶的黑兔年的鬼月啊 除了你已经三步是提醒大家 鬼月要注意哪些哪些 是 有没有什么信息会让我们 就就你刚刚说会碎到包的 会 对 就是说在鬼月里面一定要特别注意 对 对 像很多人他们都喜欢敷面膜 鬼月也不能敷面膜 就是好 鬼月的时候如果你要敷 因为我现在讲的就是比较特殊的 我每天敷耶 我的妈呀 没有 就是你敷面膜的时候 你太晚的时候 不要敷那种黑色的面膜 为什么 你知道吗 你不会讲那个笑话 不是 说真的啦 对 就是有很多我的客人 他们敷面膜敷完之后 为什么感觉不顺 对 就是不要在鬼月太晚的时候敷 黑色的 白色的 你就是要敷就是敷肉色的 为什么 对 就是敷透明的就是比较 因为鬼魂也是 好 兄弟有时候他搞不清楚 你是他的同类还是什么 是这样吗 是 容易招阴是这样吗 会招那个来 所以森林姐 你就敷什么颜色 白色 我跟你讲 不要太白 要不然他会觉得说你也像是那个 你没有五官啊 你懂吗 是 还有不要拔腿毛 不要去刮腿毛 就是鬼月的时候不要去除毛 是 是 是 为什么 对 就是说一般来讲 尤其是男生 这是腿毛 因为腿毛代表是一种阳气很旺盛的 一个象征 因为夏天很多人会去游泳干嘛 就想到说有手毛脚毛弄一弄 是 但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是腿毛 如果说你腿毛刮的话 尤其是男生 阴气就会往下 往下醉一点 因为刚刚老师讲的这个就是特殊禁忌 不是一般我们在那个网路上可以查得到的 是 我又很可爱 肉色面膜效果很差 不会啦 不会啦 其实你要看他的内容物 是不是 还有就是在鬼月的时候尽量有没有 就是不要去探讨 就是以前的 比如说你跟祖先啊 或者是以前的往生者的一些事情 要不然他真的会来哦 你知道为什么小孟老师要提醒我们 因为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也会聊一下最近的一些新闻人物 也是 我们也会提起这些新闻人物 开始来抽塔罗牌 是 那结果我们刚聊着聊着呢 就聊到了李文 Coco李文 因为这几天的确有关于 他参加中国好声音啊 到底那个时候 到底这些制作单位是怎么欺负我们的这一位歌后 看得好难过你知道 因为一个这么认真 这么努力 而且他这么的为他的学员说话 那你们这样对待一位这样资深 这么资深又这么大牌的歌手 各位 人家都站上奥斯卡舞台了 对不对 一个基本尊重总要给人家嘛 所以看了有点难过 然后刚刚也来请教小孟老师 除了是不是鬼月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去召唤这些已经往生的人 是这样吗 就是说因为在鬼月的时候 有没有 就是他们特别我们的节气里面 会比较阴森一点 是 会比较凉 对啦 因为这一个月就是会有这个问题嘛 磁场各方面的是这样吗 是 然后所以说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来 特别来勿往生者会特别灵验 那我们来问好不好 你确定吗 郑美姐你会不会怕 我是不会怕 你看起来很怕 我不会怕 但是 没有我们就是如果要问的话 就是你 到时候你来抽牌 我们并没有以什么嬉闹的方式 我们是以很尊重 这位我们非常佩服 而且很喜欢他的歌 Coco李文 我们现在因为小孟老师这个牌 非常非常的灵 他有很强的磁场 那我们想问问就是说 Coco李文 这位天后 你是不是有什么怨气 或者是你是不是有什么 没有办法讲出来的一些冤屈 我们想要知道这样子 我可以替他抽吗 可以 你可以替他抽 好 是 好 那不是心怀一个敬佩跟虔诚的意思 没有是要消费你 或是也没有说是开玩笑了 就这一段我们是这样 我就抽 对 就抽一张 对 然后大概想一下他的脸 有 有 是 好 那 给大家看是吗 是 我还没有看到 对 这样 这是什么 这张牌 指示的 这样看得见吗 对 就是 这是什么牌 一男一女 这张牌就是我们的圣碑二 圣碑二 二的阵位 代表什么 代表是说跟情感有关的 你看一男一女 就是两个人刚好是相近如比 我开始起鸡皮疙瘩 真的 真的 因为这个我们都没有 因为我们今天也是才知道说 要算 突然间要算他 是我临时起义的 是 老师 所以是不是Coco其实他最后会选择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告别 是 跟感情有关 我觉得以这个牌来看是说感情是第一个要素是长期堆积的 压垮他最重要的那根稻草还是在感情 然后上面这个能看到有一个狮子的头 代表说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一种社会压力 也代表就是说还有一些就是他累积的 就是刚好在这个时间点 他有遇到一个很大的挫折 就是刚刚像盛梅姐说的 可能就是我们之前提到 他去中国好声音担任导师 然后他替他的学员发声 却被这个制作单位这样对待 甚至于他跌倒了 还让他坐在地上唱 这情何以堪 然后梁静茹去扶他 然后那个导播 那个导演组的导演 还去轰这个梁静茹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对待一个 是 这么大牌 然后他也是我们华人之光不是吗 对没有错 所以其实他除了在感情上的这个挫折之外 好像是 好像公众形象上遇到这些挫折 他是不是也蛮难过 他蛮难过 而且这张牌有没有 在我们讨论牌里面有没有 代表说有第三者 哪里看出来第三者 因为这个有三个啊 有三个人 有三个有三个 就是这上面看出来像老鹰 它是太阳神阿波罗 阿波罗 然后这一男一女 有没有 爆发 因为在我来看这张牌是说 他可能这种不愉快已经有两个月了 累积了一段时间了 是是是 然后这两个月就是加重他 也有点反反复复 对不对 是是是 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第一次亲生 然后之前 甚至于原先新闻是说是第二次 其实是第三次 也就是他前面两次 Bruce都没有告诉Coco的家人 所以让他的家人真的是很不能忍受 真相到底怎么样 我们当然外人不知道 但是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李文在生前最后的这段日子 他真的过得 真的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种悲伤跟委屈 这个东西是我们不能再留下来的 和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